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想到那個星巴克 咖啡 那個 伊索碧亞 可以一杯抽一塊 這個國家 不得了 是不是 好 聽起來都是 我們都有好處 對不對 奇異果 奇異果產自哪裡 各位都不看廣告嗎 奇異果產自紐西蘭 我每次聽到這我都在唐雪 全世界都可以叫他奇異果 我們不能叫他奇異果 對 而且在台灣還有一個 我們自己獨立的台灣彌虎桃 對 所以呢 你去王雪坝 或者是爬南湖大山 經過爬山的時候 怎麼有人在那邊種奇異果 你看看就種錯地方 所以看起來每顆都營養不良 像荔枝一樣 不好意思 那就是我們台灣本土的台灣彌虎桃 因為他很小顆 所以我們說他沒有什麼 不是人吃的 是猴子吃的 結果澳洲紐西蘭 他們吃完以後覺得很好吃 然後就把它放大 那一顆毛毛的 也不知道怎麼叫 就叫奇異果好了 是不是 一顆9塊10塊賣回台灣 現在還有什麼黃金奇異果 什麼 奇異果會不會無中生有 是不是 所以有特有種 就代表你有特有的基因 是不是 所以呢 這裡面有沒有帶來你的商機 有沒有帶來你的好處 對不對 所以在談的 生物動態性真正在談 是這件事情 各位 這比較實際吧 是不是 好 大雜蟹 有吃過大雜蟹請舉手 有沒有 請問一下好吃嗎 那有吃過台灣的毛蟹嗎 味道有差嗎 他們的比較好吃嗎 也沒有對不對 好 這種大雜蟹毛蟹 青毛蟹 這種螃蟹 就是 反正就是 這個東方人比較愛吃 日本也很愛吃 所以這種毛蟹 我記得只有四種 全世界 台灣就有兩種 對不對 然後呢 大雜蟹是其中的一種 然後那個 毛蟹 大雜蟹 前陣子 常常聽到 不能進口的原因是什麼 抗生素 對不對 頭藥 藥減不過 為什麼藥減不過 因為毛蟹很容易有寄生蟲 所以寄生蟲就要用抗生素來壓 所以螃蟹不能吃生的 各位 應該是說淡水蟹 因為它裡面的寄生蟲 跟人類是可以互通的 那 所以 住在海裡面的螃蟹 它的那個寄生蟲是 比較 比較少嗎 不是 是 是因為海裡面的寄生蟲 通常 到人 沒有辦法進到人的身體 就是說它會死掉 但是淡水蟹的寄生蟲 到人的身體是可以活下來 好 所以請各位 請 海蟹 海蟹 對 淡水蟹 淡水蟹 非常不建議 好 那裡面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 乾蜥蟲啊 什麼之類的 那個 螃蟹 是 好 做涼菜嗎 所以 所以你們知道嗎 很多的 去很多東南亞 吃到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會生病的喔 好 那我這樣子講好了 就是 毛蟹裡面有一些是跟人互通的 是跟人互通的 是跟人互通的 但是我相信 如果說是 這個 這個物種 在當地 已經很久了 那 他也跟這個物種 就是說 利用它 利用很久了 所以 他吃沒事 我們吃就會有事 當然懂得我意思 我們講很多 叫水土不服對不對 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這樣子講好了 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 我以前我在科博館的時候 然後就是 那時候就是 蘭嶼要去做 調查 然後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是 那個菌 就是那個香菇那一類的 他就 被派去 他逼我早去 那早去 以後 回來 然後他就 就 不舒服 然後不舒服 然後 那時候想說是感冒 然後結果後來 我太太運氣很好 是 他除了 不舒服以外 他長期 他有那個異味性皮膚炎 我為什麼說他運氣很好 因為那個 異味性皮膚炎救了他一命 因為他沒有去看 那個感冒 因為他會癢 他去看皮膚科 皮膚科那個醫生 他看到 你有一個傷口很奇怪 不太對勁 翻教科書 因為那個醫生真的有念書 翻一翻 他說你看看那個傷口 有沒有跟這個傷口很像 就是那個傷口有點結痂 黑色的那個家 看起來很像 他說 你有沒有去過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你出過國嗎 他說沒有 但是我去了蘭嶼一趟 他說 你這個最好還是去大醫院 去檢查一下 然後後來就到那個中文醫藥學院 那中文醫學院 那醫生看 嘿 也是教科書 反正因為那時候 確實他說 有可能得到什麼 樣蟲病 大概20年前其實大家很少聽到 最近比較有聽到 結果後來就說 好 那樣蟲病怎麼辦 大家知道嗎 當初日本人就是進去蘭嶼 十個進去 只有一兩個出來 那你以為是那個達悟族 蕭友善戰 不是 大家知道嗎 日本當初跑到東南亞打仗的時候 那個得病死掉的人比戰死人還多 是不是 那時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一律稱為什麼 熱病 對 就是發燒 然後就是那種循環 他可能是孽疾 可能是樣蟲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等著他們 差不多就這個意思 所以後來 後來就是 那醫生就講說 這樣子 要檢查是不是樣蟲病 兩週 但是檢查個兩週 如果是樣蟲病 人也沒了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當作樣蟲病來治療 是不是 先投藥 如果投藥 馬上就有效 因為它有特效藥叫四環霉素 投下去又有效 你也不用檢查了 就是它 所以一投下去 然後就發現 馬上就恢復正常 所以那時候就拼命打電話 給一起去的人 有沒有這個狀況 然後有一個 現在中興大學昆蟲系的教授 叫楊曼妙 楊博士 我們找他的時候 就是沒找他 他們是同一批去的 禮拜五找他 然後找沒到說 他已經回家 然後一直聯絡 聯絡到星期 在台大急救 還好有救回來 現在的 中興大學昆蟲系教授 所以 所以 回到剛才講到的那個東西 進去一兩個出來 那你這樣跟我講 藍雨倒燭全滅了 是不是 人家沒事 是不是 人家的記憶裡面 就是 你會生病 我不會生病 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 我那時候 跟我以前的 那個 科布丸的 副館長到那個 越南去採集的時候 也是一樣 我就覺得說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都要吃奎林 那些東西 反正就是這個也不能吃 那個也不能吃 我們到那邊去 你看他們那邊的人 什麼叫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對不對 在開玩笑 是不是 好 那我這邊 我講的也是一樣 這個大閘蟹 那個 就是 反正是一個 大家知道 日本人做很多事情 都做得非常的仔細 所以他們有做 毛蟹的評鑑 最好的毛蟹在哪裡 大家知道嗎 等級最好的毛蟹 南澳 所以南澳北溪 南澳南溪又被稱為 叫毛蟹的故鄉 好 那原因是 沒有寄生蟲 好 我要講的是說 有很多人家覺得 我們真的是很棒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 對不對 但是各位 還是要吃熟的啦 這是南澳北溪 之前 你看 要做個霸 所以做這個霸的時候 那台電他要做水力發電 所以這個霸的時候 就說這個地方 你把水攔起來 那下面的物種不是都死光了嗎 所以就要求他要放什麼 放一定的水 不能夠讓整條河川干涸 有道理吧 那台電怎麼講 一滴水一滴錢 所以對他而言 多放一點就是我多損失一點 是不是 所以感覺上好像是 經濟上面有所衝突對不對 但是這是毛蟹的故鄉 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 現在來講的話 每年也是非常多的錢 因為大雜蟹不容易進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台灣 自己的毛蟹的養殖 是不是 所以很多的東西來講 並沒有想像中說 它跟經濟無關 前一陣子有沒有聽說 得到癌症要吃紅豆山泡的茶 後來人家講說紅豆山泡的茶 顏色出來不是紫色的 說那個是被騙了等等之類的 大家知道那個原因是什麼嗎 因為後來有一些醫學證實 從一種叫太平洋鐵山裡面 淬煉出來一種很少量的紫三醇 對控制某些癌症有特別的療效 大概十多年前我有問過 那個一針要3500 一天要三針 然後健保不給付 貴是不是 然後後來發現 因為它要砍掉那個太平洋紫三 然後去提煉它 但是後來發現有一種物種 富含紫三醇 就是台灣的紅豆山 那個不用砍樹 那個葉子就可以提煉 所以呢 我們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有些人就開始泡那個 後來就跟你講說那個沒有用 大概是有點這樣的故事 是不是 那請問一下 我紅豆山可不可以不給你種 這我們台灣特有的 大家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個奎林治療瘧疾 對不對 它裡面是從一種植物叫金激納樹裡面提煉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金激納樹 現在的瘧疾是不治之症 是不是 好 一樣 那個樣蟲病跟大家講到 好 另外一個 有沒有聽過藍雨清脆枝 聽過請舉手 有一種植物叫藍雨清脆枝 最下面那個 這個 有沒有聽過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沒聽過 對不起 好 藍雨清脆枝 每一年幫某一家日本的公司賺幾十億 它是藍雨的特有種 一樣它裡面有些特殊的成分 對某種癌症也是有特別的好處 所以呢 藍雨腹地不大 所以你如果到台東 如果說種那種很奇怪 然後你說這個種到底是什麼意思 看起來不像能吃的東西 它如果跟你講說 這東西就是器作 我種多少日本人收多少 那有可能就是藍雨清脆枝 藍雨 好 那家公司你們一定用過它的產品 哪一家你們知道嗎 洋漏洞公司 你好不來你洋漏洞算我台灣便宜一點 好不好 是不是 我只跟大家講 生物多樣性在談的是這件事情 台灣是生物多樣性的大國 我們應該要從這裡面 得到經濟發展的基礎 但是我們現在把我們的經濟的那種基礎 都當作是毫無價值的在那邊浪費 這是一個極為愚蠢的一件事情 觀光 對不對 有一年那個應該是澳洲還是 紐西蘭旅遊局的局長到台灣來 我們邀請他 就是想要請他指導我們 就是說做生態旅遊 各位也常常聽到對不對 我們要做生態 不太好做起來對不對 好像有點辛苦嘛 所以我們要問問他說 你們是怎麼做的 然後就來了以後 然後要走的時候呢 就是跟他請教 問他台灣有沒有發展生物多樣性 生態旅遊這樣子的條件 他半開玩笑的是說 我不太想跟你們說 因為跟你們說以後 人家跑到你們這邊來 不到我那邊去怎麼辦 好 原因是什麼 好 我舉個例子 那個紐西蘭澳洲的那個螢火蟲對不對 賺很多錢 我們基隆就有螢火蟲 大家懂的意思嗎 是不是 好 那台灣有多少螢火蟲 大家知道 有幾十種耶 是不是 那只是怎麼樣 所以台灣很奇怪 就是說明明有很多很珍貴的東西 但是我們都不太會用它來賺錢 所以說台灣人很愛錢很奇怪 我就覺得台灣一點都不愛錢 旁邊都是錢你認不出來而已 好 那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加拿大的楓葉 我們澳灣大 是不是 我們有很多也很多遍業 好 我們去看 去走那個 那個叫什麼 伊勢亞想不起來 好 有很多的步道對不對 前一陣子那個 那個丟了很多的垃圾 夏克羅 對 是不是 那個也很漂亮 是不是 好 等等之類的 好 那珊瑚 講珊瑚 如果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 在基隆 沒了 甚麼地方 原山紫分红出海口 我常常就讲说 其实这个只是随便找 那个潜水副下去拍的 我不是说不要坐原山紫分红出海口 但是有需要坐在这里 是不是 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很多 很能够去赚钱的东西 这点黑黑中的你要叫什么 黑面皮露 对不对 好印象里面我那时候在科布丸 正好那个七股工业区要开发 那时候潮沸沸扬扬 然后就说 这个不能够开发 因为有这个点黑黑的周冬鸟 周冬鸟很讨厌 它就是 它这个全世界 它数量很少 然后全世界都化保护区 然后就特别喜欢到台湾 然后有个地方来讲 又没有加入联合国 所以相关的国际法规 对它都没有用 然后那个地方说要开 那个七股工业区的开发 然后说这个环平可能没有过 这边的居民非常的生气 所以说 说中鸟那时候说一百多只 怎么办 很简单 来一只打一只 来两只打一双 打完一百多只就不用保护了 就这样一句话 把那个联合国的高级官员打到台湾来 是不是 开玩笑 全世界都在保护 就在你这边 来一只打一只 两只打两只 是不是 那我还 在别的地方还做什么事情 我讲这件事情 来讲 所以当初你看 在那种 那个年代 一个工业区开发竟然没过 你觉得有可能 但是没有过的原因 你觉得是因为 大家 他佛性来了 突然觉得黑命皮肤很重要 没有国际压力才是真的 是不是 那后来呢 现在什么 黑命皮肤去看他 发展观光 对不对 也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好 这边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在看价值跟价格 这里面来讲的话 有很多东西 我们在看价格的时候 有时候常常就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 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把它 间接 或者是比较长的好处 把它算进去 我们都只看短钱 这是一个 我觉得台湾一个 很令人家遗憾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也是一样 感觉上就是 我两年以后 我都要看到 我可以赚到多少钱 民宿我在那边盖以后 我就要 很短时间 我都要去做回收 但是事实上 有很多事情 它就是要这样子 逐渐的这种铺陈 累积它的故事 累积它的价值 那它反馈到你的价格来讲的话 就越来越高 这应该是我们接下来 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差不多2005年左右 全世界超过1000位 生物生态的学家 它就统整一个生态系统 对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一个生态系统 对于我们人类的好处 它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支持人跟其他生物 在这个地方继续活得下去的条件 我跟各位讲 现在的空气 现在的这种氧气 也是植物怎么样提供出来 所以我们说 不要砍伐热带雨林 对不对 我们所有吃的 所有的农作 都是从土壤里面生出来了 所以这个造什么台北市 那种硬铺面 是长不出东西来的 所以即使是高度开发的都市 如果没有周围的 环境系统来讲的话 它势必崩溃 我想这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这是物种 继续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 这是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供给 就像刚才讲到赚钱 有很多的钱 即使是你不会算 或你不会赚 20年前跟你讲说 买一瓶矿泉水 那个矿泉水 想说 对不对 我印象里面来讲 我那时候想说 怎么可能会有人买矿泉水 是不是 水竟然要钱 后来发现 水比油还贵 不是后来发现 事实就是如此 是不是 空气 各种资源 只要它耗劫到某个程度 它就值钱了 所以以前是我们 我们不试货 或者是我不知道 它其实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 所以我们就 自意的浪费 总是认为 你不用付出代价 但是事实上 你看把水弄脏 再把水弄干净 大家知道 那个钱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好 再来就是调节 比如说 微气候的调节 那个水 大家可以看到 在很多都市里面 然后就淹水 对不对 那很多地方 它们要怎么处理 我们当然一个雨铺满 对不对 把水接起来 就不要到时候来讲话 还要用到自来水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种水的资源 如果是你把水流下来 它就变成资源 如果是你这水 我不要 我往那个街道里面倒 然后大家都不要 它就变成是灾害 所以一样的东西 水就是水 但是你不同的使用的方法 或不同的角度的面对 它就是灾害或者资源 就是一念之间 是不是 所以前一阵子 基隆那时候 有好几次淹水 我们来看 就说 哇那个 就很多地方淹 后来去看 根本就不是淹水 是排水不良 各位 大家懂我意思吗 排水不良 重点是 很多人没清水沟 钱都用来盖水沟 钱都不用来清水沟 这怎么对呢 所以有很多东西 就是你这样资源分配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就是叫做文化 文化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那展现 人家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旅游 然后愿意去付出更多的资源 来去体验或享受 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文化也好 或者是让人家体验 就是要体验让人家不一样的东西 才叫体验 是不是 体验一样的东西 那何必回到自己家里面就可以了 那文化多样性 生物东西 就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源 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转成 对我们有利的一个贡献 所以这种他们的价值 希望能够被纳入进去 而不是说我只看到 好像只是说 工业去开发等等之类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它就统合成一个叫做生态系服务 所以各位未来以后你会看到越来越多所谓的生态系服务 但你看到这个名词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不是在谈佛心来的 它在谈的是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我们未来的竞争力 这才是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支持一个空间 土壤的养成光合作用 养分的循环水循环 这个对我们人类都非常的有贡献 而且以后都越来越贵 所以当你很多 我这个地方我把它变成硬铺面 到处都变成水泥 那个化整为零的结果都要付出代价的 供给包括提供干净的水 农作 食物等等之类 我们一直在 很多人都在谈那个农地 要变成建地 农地变成住宅等等之类 感觉上是比较有价值 但是全世界现在都在谈什么 粮食危机 是不是 好 刚才讲到的气候调节 那个致敬作用 碳循环 还有什么受粉 最近那个蜜蜂 蜜蜂最近都脾气不太好 是不是 我们蜂蜜也越来越贵 文化上面的一些体验等等之类的 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很多就像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我们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人跟物种 我们的嫩性都非常强 我有时候常常开玩笑 因为台湾 台风落地震都有土石流 台北公认为全世界最危险的首都 还有火山爆发的风险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房价那么贵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这种环境之下 活得下来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的人跟物种 我们的嫩性都非常的强 在台湾做生态保育 非常的有成就感 因为就我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 你只要给它一点 它就可以活得很好 展现旺盛的生命力给你看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富裕的工作 到国际去发表 他们都非常的羡慕 他们羡慕的原因就是说 你们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们的物种怎么那么容易买单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还蛮有趣 所以你看看一块土地 我们现在都看很多叫做生产履历 从里面你看到 这是哪个农夫种的 我现在我就一直鼓励 包括雌星在内一些 推动有机生产的 我说你们应该可以的话 去推生态履历 这块土地里面除了你生产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物种在那边使用 是不是 它比那个SGS的验证 更能够让你说服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看到台湾的景象 应该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告诉你 你不能用 你不能做这个事情 它要告诉你 你怎么样明智地使用这块土地 让更多的人 更长久地得到好处 而不是杀鸡履历 台湾利用环境的那种赚钱 都是杀鸡履历式的 有一些时间关系我就把它跳掉 好 我只讲这个 我们有一块 我们后来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我们在通宵 我们就发现了一块田 它有很稀有的石虎跟大田鳖 这两个特别物种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田鳖米 大概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们发现大田鳖的时候 那我们就想要去保护它 因为它是在那个田里面 在稻子里面产卵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 本来我们在做这个观点图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这个人跟这个稻子的 但是后来发现大田鳖 它是产卵在稻子上面 也就是说如果农夫没有种稻子 它就找不到产卵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要种它 对它来讲的话 反而是有一些好处 那我们就说 就把稻子放进去 但是稻子来讲的话 它不会自己长 是农夫种的 所以我们就把农夫放进去 那我们后来跟农夫讲 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稻子 会有大田鳖 因为这个农夫它不用农药 就是长久累积下来 就是它就不用农药 所以难得这块土地 就是维持这种 因为大田鳖对农药非常的敏感 他说因为农夫年纪也有了 他其实他的小孩还蛮孝顺的 所以呢 他并不是像以前这么的穷 他反而他很希望 他生产的东西 能够给他的孙子吃 给孙子吃了 当然不用农药 所以我后来发现 维系这整个生态系统是这一位 是不是 这就是永续的概念 当我们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就产生冲突的时候 就有些人说要做这个 有些人说不要做这个 我常常解决的方法就是问他们说 你不要说你得到什么好处 你得到什么坏处 能不能问你的孙子得到好处是什么 你的孙子得到的坏处是什么 用这样的角度除了说 可以减少那种直接的对立 有时候也可以让我们去思考长远一点 我们现在的投入 如果说只是做很短期的这样子的回收 是值得的吗 是不是 那有时候难免会有些争执 这时候就把眼光放远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